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上分学员小涛 在几个月之前 所有美联储成员里面 最鹰派的那一位 我们称他为老鹰 他又是James Bowler 然后James Bowler在前几个月离开了美联储 但是在所有成员里面 除了老鹰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称他为小鹰 那一位小鹰就叫做Chris Waller 所以今天Waller接受了CNBC的采访 在短短5分钟的采访内容里面 Waller回答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Waller的视角 去看一下美联储所有成员里面 相对非常鹰派的那一位 他是如何看待 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 然后我想聊一下GDP数据 昨天有一位观众的留言是 他认为未来通胀 可能会持续在一个高位 但是经济也可以继续保持 相对比较高的增速 所以今天我想通过GDP的数据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一种假设有没有可能发生 还有一点我相信 虽然平时我们对GDP这三个字母 并不陌生 但是真正GDP的数据 到底衡量的是什么指标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概念一起捋一下 最后我想聊一下 从2018年至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出口或者进口更加的依赖 通过这些客观数据的分享 大家可以自行去做一个判断 好吗 那么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 还是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帮我们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有可能会换来另外一位观众的关注 首先是今天的美元和美债市场 美元今天上涨了0.5% 美债市场的收益率这一块 今天都有不小幅度的上涨 最近这一段时间 单日美债的波动其实并不小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 对于美股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然后今天三大指数小幅回调 道指是领跌0.6% 罗素今天跌幅比较大 在2.1% 虽然今天标普500指下跌了0.4% 但主要是因为一些科技股在那边撑着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从板块这个趋势去看 今天很多板块下跌的幅度都比较大 比如说公共视野继续下跌了1.5% 工业板块今天也下跌了1.7% 材料板块1.8 保险板块1.7 所以今天罗素1000这边的价值股下跌了1.2% 今天三大指数的跌幅存在一定的迷惑性 因为跌幅并不大 但是我们去看板块 特别是价值板块这一边的走势 今天的跌幅都比较大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wallet的采访 虽然只有5分钟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总结了一共7个问题 5分钟内透露了非常多的一些讯息 首先第一个问题 主持人问的是上周的就业数据和PCE wallet是怎么看 是不是和wallet的预期一样 wallet的回答是 上周的数据可以让我们像鲍威尔在Jackson Hall会议时说的一样 我们要小心前进 我们可以等待数据 看看趋势是否持续 所以第一个问题 基本就把整个采访的基调给定下来 wallet是赞同鲍威尔的看法 认为美联储接下去可以继续等待数据进来 看看这个趋势是否可以持续 他的这句话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 基本可以确认9月份不会加息 等待的意思就是这一次不会加息 我们可以等待一次的会议到下一次的会议有更多的数据进来之后 我们再去判断 11月份是不是还需要进行加息 所以第一句话确认了9月份不加息 然后也确认了他为11月份加息仍然打开这一个可能性 然后第三个问题失业率上涨了0.3% 从3.5%到了3.8%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趋势要起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wallet的回答他说数据显示就业市场开始放缓 但是失业率上年8月份其实也就是在3.7% 所以即使最新的一个就业数据上涨到了3.8% 也就比上年的8月份高了0.1% 所以他认为这一个上涨不算多 并且他解释了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上升 更多的人进入就业市场 准确来说是50万人进入就业市场 最后他再次强调了一下 3.8%的这个失业率和上年8月份差不多 所以这真的没啥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wallet还是挺淡定的 即使他知道就业数据失业率 几乎是所有宏观数据里面最滞后的这一组数据 但是他仍然觉得即使一个月上涨了0.3也不用担心 从这个问题和待会另外一个问题之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的美联储 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承受 也不敢去做这一个预期 他们几乎所有的一个决定 全部是基于看后视镜的这个基础上面 然后第四个问题 这一组数据和你软着的预期是不是一样 还是说你觉得仍然会有衰退的风险 wallet的一个回答 最近的数据非常的好 但是衰退通常都是一些不可预知的冲击 突然让市场进入衰退 这永远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然后他接着说 最近的数据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好 但再次重复了数据非常好的这个观点 如果接下去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看到0.2的通胀 我们现在的情况会很好 什么是0.2的通胀 0.2指的是环比的核心通胀 这个数据不看油价 不看视频 也不看同比增速 因为同比增速会有一个基础效应在那边 关于为什么要关注环比数据 为什么要关注三个月的年化 六个月的年化 其实我在视频里面有强调过很多很多次 我这么做的一个目的主要是和大家分享美联储的一个市价 我要和大家分享 美联储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衡量通胀 但是我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观众认为 比如说7月份8月份的油价上涨 会导致通胀出现了一个反复 但是这个反复主要是反映在 一同比增速 第二点广益通胀 但是这两个角度 其实并不是美联储最关注的这个角度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五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可以停吗 还是说你还需要继续加息 沃勒的回答 我们必须要看到数据确定通胀趋势 因为我们以前受过两次伤害 第一次是在2021年 觉得通胀要下来 但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第二次是在2022年底 数据非常的好 结果最后这一组数据被修正之后而上调 他说所以吸取了这两次教训 我们不会再去做决定说 我们已经胜利 直到再看两个月的数据 再等两个月的数据 难道广益通胀的同比增速 或者核心通胀的同比增速 就会降到2%吗 绝对不可能 那再看两个月的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在过去两个月 环比增速这一块 核心通胀增速都是在0.2% 所以他希望再继续看到两个月 核心环比增速保持在0.2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连续4个月 环比0.2的核心通胀增速 这样就可以给到美联储一定的舒适度 通胀的增速的确在放缓 所以他说需要再看两个月的数据 从这个问题 wallet的一个回答 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的美联储之所以去看这个后视镜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 做过这个预测而预测错 所以他们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 而现在2023年 包括接下去的2024年 他们为了不去承担预测再次错误的 这个后果 他们只能去看后视镜 而看后视镜的一个后果 就是我们拿失业率来举个例子 最新的数据在3.8 确实比上年的8月份只是高了0.1 但是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接下去的两三个月 失业率上升到4.2或者4.3 那美联储会怎么做 到时候美联储一定会比现在鸽派很多 因为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压制通胀的确是美联储的目标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保持充分就业 然后我们看第六个问题 问题问的是 你觉得现在加息不够的风险 是不是和加息过头的风险一样重要 wallet的这个回答其实挺鹰派的 总算没有辜负他小银的称号 他说是的更加平衡了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再加一次息 就会把经济带入一个衰退 如果我们认为还要继续加的话 他接着说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业市场的数据现在非常的强劲 失业率才3.8 仍然是历史上的一个低位 所以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晰 我们对就业市场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即使我们再加息一次 最后一个问题 聊一下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影响的延迟 你认为没有那么长 但是报外觉得有可能会比较长 wallet的一个回答 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 我仍然觉得有延迟 但是这个延迟并不是两年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加息的影响 并且我们只加息了一年 这一点其实我是完全同意 从非常激进的加息到现在为止 确实也就加息了一年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到 通胀的增速开始放缓 所以加息的这个效果 已经在慢慢的显示出来 有些人认为货币政策的延迟 会导致经济的突然崩盘 这些人是错误的 延迟只会慢慢的累积 最终这些延迟会慢慢的消失 最后我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第一点他赞成鲍威尔在 Jackson后会议上面的发言 接下去要小心前进 我们可以等待数据 这背后的含义是 9月份不加息 11月份仍然保持加息的 这个可能性 然后第二点 他后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2的通胀 0.2的这一个环比核心通胀的增速 绝对是美联储可以接受的一个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如果持续下去 那12个月之后 同比的通胀增速就是在2.5左右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8月份和9月份的数据 继续保持在0.2 那11月份美联储也不会加息 如果这两组数据停留在0.3 那美联储内部可能需要一个激烈的讨论 如果有一组数据在0.4左右 那就会大大增加 11月份美联储最后一次加息的可能性 最后非常重要的第三点 就业市场 我来认为3.8%的失业率 即使在历史上也是一个低位 比起上一年的8月份也就是高了0.1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关于就业市场这一块 我希望wallet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过于乐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wallet的一个采访里边 他从头大尾没有提到的一个是经济增速 为什么呢 因为比起通胀数据和就业市场的失业率来说 经济的增速没有那么的重要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GDP 但是在聊GDP之前 先有一些概念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通常所说的 每一个季度的GDP的增速在多少在多少 这个GDP的增速 通常都是指的是 季度和季度之间的一个环比 然后把它年化 并且算入季度性调整 这就是我们这边看的一个数据 quarter over quarter seasonal adjusted annual rate 这是第一个概念 然后第二个概念 我们通常所说的GDP增速 它是一个真实GDP增速 真实GDP增速是怎么得来的 是从广义GDP的增速 除去一个缩减指数 英文的话我们叫做GDP deflator 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通胀因素 举个例子 如果广义的GDP增速在2% 通胀也在2% 那真实的GDP增速是多少 0% 所以这张图里 白色的这条线就是广义的GDP增速 蓝色的这条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GDP的一个缩减指数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通胀 当白色的柱状体高于蓝色这条线的时候 真实的GDP增速就是大于0 反之当蓝色这条线 在白色的柱状体之上的时候 真实的GDP增速就是负的 我这边圈出来的这两个quarter 这两个季度就是2022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所以为什么2022年前两个季度 真实GDP会进入一个负值 简单来说就是广义GDP的增速并不高 第一季度的话只有6% 第二季度只有8%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一个通胀或者GDP的缩减指数非常高 在8点几和9点几 这就导致了真实GDP 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GDP增速出现了一个负增长 这张图的下半部分有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分别是每一个季度 GDP的一个缩减指数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022年的第一季度 这个数据在8.4 第二季度在9.1 因为这一个带引号的通胀数据非常的高 所以就有可能导致GDP出现一个负增长 但是今年的第二季度 缩减指数已经降到了2% 这就导致了即使广义GDP的增速 第二季度只有4.1 但是因为这个缩减指数已经降到了2% 所以第二季度GDP增速在多少 2.1% 这张图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白色这条线 广义GDP的增速在持续放缓 如果我们认为通胀可以长期保持在一个高位 并且GDP还可以保持一个正增长 比如说在2%的话 那就意味着4%的通胀加上2%的GDP增速 广义GDP的这个增速必须要保持在6% 稍后有一张图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数据去看一下 广义GDP的增速长期来说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最后一点我想提到的是 如何去计算这一个GDP的缩减指数 PCE通胀数据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他的一些因素 包括国内的投资出口进口 然后政府的花费 但是美国还是以内部消费为主体的经济 所以PCE这一块的通胀数据 对于这个GDP的缩减指数会有更加大的影响 这张图我们看到的是2017年至2023年 每一个季度广义GDP的增速 第二季度广义GDP的增速在4.1 我把这条线延长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前 基本上广义GDP是保持在4%左右 有时候高一点 有时候低一点 如果恰巧这一个季度CPI的增速在2% 那真实GDP的增速就在2%左右 因为4.1减去啊 差不多是2%或者2.1%左右 如果恰巧这一个季度CPI的增速在3% 那真实GDP的增速可能就会下跌到1.1%左右 最后根据彭博他们团队的预测 Q3GDP的增速可能因为巴巴海默的效应 巴比和奥奔海默两部电影 加上Q3的很多演唱会 所以Q3广义GDP的这个增速可能并不差 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一个趋势并不可持续 所以他们也会预测为什么Q4就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衰退 因为如果Q3非常的好 Q4的一个GDP是什么 是Q4比上环比比上一个Q3 然后去把它黏化 Q3的数据越好 Q4就越有可能进入衰退 最后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我们知道市场现在的一个故事线 起码是美国加上其他一些西方世界 他们希望从中国的这一个供应链所剥离开来 也就是和中国慢慢的进行脱钩 但是彭博的这篇文章 他想说的是 其实在脱钩方面 中国主动表示愿意脱钩的这个意愿 可能胜过美国 这边他举了一些数字 他说和关税相关的一些商品 美国从中国这边的进口下跌了37% 这一点非常好理解 美国向中国的商品加关税 使得中国的商品竞争力下跌 竞争力下跌就直接导致 美国本土的这一个进口会下跌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并没有和关税相关的这些商品 美国这边的进口完全没有任何的下跌 也就是美国的本土仍然是依赖中国的出口 但是因为关税的一些问题 和关税相关的一些商品 确实中国的出口下降 和关税没有相关的一些商品 美国这边的进口数据并没有下跌 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这一边 因为美国这边的加关税 中国也对于美国的一些商品进行了加关税 而这一些加关税的商品 中国的一个进口或者美国的一个出口 确实也下跌了15% 比较有意思的是和关税没有相关的这些商品 中国这边的进口也下跌了17% 当然中国进口下滑的原因有非常多 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进口 受到了美国这边出口的一些管制 特别是在什么半导体方面的出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的左半部分是和关税相关的这些商品 这边看的是美国的进口数据 黄色的这条线是理论上美国的进口数据 白色的这条线是实际上美国的进口数据 所以因为关税的问题 实际上美国的进口数据确实比理论上进口的数据 要低了非常多 而如果我们去看和关税不相关的这些商品 美国理论上的进口数据和实际上的进口数据 是相当的符合 然后我们看中国这边的进口 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也是因为关税的问题 所以和关税相关的这些商品 理论上这一个进口数量在这边 实际上进口的数量在这边 和关税不相关的这些商品 理论上是白色的这条线 实际上是黄色的这条线 也是比白色这条线低了不少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芯片上面的制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准确的说是半导体相关的进口 并不是芯片的进口 这张图显示的是中国对于美国和半导体相关的进口数量 这一个占比从2017年的3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一直在下跌 所以从这些数据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理论上来说两个国家对于彼此都存在非常大的依赖性 贸易战其实没有赢家 因为和贸易战相关的这些商品 中国从美国这边的进口也减少 美国从中国这边的进口也减少 和关税不相关的这些商品 美国还是非常依赖中国的这个市场 中国也想依赖美国的这个市场 但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制裁 所以就不得不导致中国在非关税相关的这些商品的进口量 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下跌 今天的特斯拉逆时上涨 针对我们各位美国的观众 这边有一个免费加仓的方法 就是现在开户 并且入侵1000美金就可以总共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首次入侵达到5000 在前面的这个基础上 还可以再获得一股特斯拉或者谷歌的增股 与此同时富途默默也进入了加拿大市场 现在虽然还没有开放入金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注册 并且完成一部分的任务 最高可以获得8次抽奖的机会 等入金的时间和入金的活动内容出来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 好吗 在留言区里面 大家可以找到美国的开户连接和加拿大的注册连接 还有其他市场的一些相关连接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观众别忘了 睡前养成点赞然后习惯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